耶 要做什麼料理吧 大家好 我是香噴噴的主廚香師傅 歡迎收看料理甜甜圈 今天我們要做的料理是 鮭魚沙拉捲 來看看要準備什麼材料吧 今天我們要做的鮭魚沙拉捲 是香師傅的真心推薦 因為真的很好吃 我真喜歡吃鮭魚了 所以我們趕快來做吧 首先我們要把鮭魚 泡在檸檬汁裡面 記得加一點點的鹽 醃大概十分鐘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把小黃瓜切成丁 那接著我們要把生菜撕成小片 那我們要把乾麵包撕成小塊 好酥喔 接下來我們要把生菜小黃瓜丁 還有鮭魚都放在一起 然後加上凱撒沙拉醬 然後為了讓味道可以更香 我要拿出我的魔法棒料理料理 變變變 你們看 有沒有很神奇 有 好了 魔法棒收 然後我們要把它攪拌均勻 在攪拌的時候呢 來考考你們好了 好 你們知道 鮭魚有什麼營養嗎 我知道 生魚會變蜂蜜 我也知道 鮭魚裡面有維生素B 還有維生素D跟E 大廚很厲害耶 鮭魚裡面除了有維生素之外 還有很重要的EPA跟DHA 然後DHA可以幫助我們的眼睛 還可以讓我們大腦的細胞 發育跟生長喔 就像小廚說的 吃了以後會變聰明 那像師傅 我明天就要考試 趕快讓我變聰明吧 哪有那麼快就會變聰明的 對啊 好了 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們要把薄餅切成一半 像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要再放上海苔片 好 然後我們要把它做成手捲的樣子 暗處中間 大概到一半的地方 這樣捲起來 像不像一個甜筒或是手捲 有 有喔 很像喔 嗯 嗯 好 轉中間捲起來 嗯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沙拉放進去 放一半 然後再撒上一點乾麵包 好 我們再把其他的沙拉再放上去 換點乾麵包 我跟大廚兩個都愛吃鮭魚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點變聰明 沒有吧 好 最後呢 上面再放上一片鮭魚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啊 我做好了 我們聰明的都做好了 沒有呢 好了 好了 看起來好吃又聰明的鮭魚沙拉捲 完成了 好 營養的鮭魚配上新鮮的生菜 加上餅皮和海苔 有澱粉 蛋白質跟青菜 是一道健康滿分的料理喔 美味可動 鮭魚真的好好吃喔 其實乾麵包也很特別喔 所以趕快動手試試看 這個美味一百分的鮭魚沙拉捲 你一定會喜歡的喔 料理甜點 下次見 拜拜 我覺得 我已經變聰明了 我覺得 你還是多看一點書會比較好喔 對啊 檸檬汁加少許鹽 放入鮭魚片醃製十分鐘 把小黃瓜切成丁 將起司乾麵包剝成小塊 生菜撕成小片 把鮭魚、小黃瓜、生菜 加入沙拉醬及黑胡椒攪拌均勻 也不會再加心 兩個人 鱢鱢